阿姨 您来这里借水吧 行 谢谢小伙子 哎呀呀呀 那个咋吧 干嘛呢你 不是不是不是 谁要把他带你钱呢 兄弟爷 你不知道我现在口罩要来吗 随随便便等人 怎么能带我们的公司 兄弟爷 你先听我说 如果外面的饮水机坏了 这个阿姨说她渴了 所以我就让她在你这儿借了点水 她渴了管我什么事 她不能回去呀 你也不能回去嘛 你来日上班时间应该不短了吧 什么样的规律你应该比我个清楚嘛 还有 你看你现在什么呀 一个破头冰光 这样什么意思的 随便这样都能来得起我的水 该不会滚啊 兄弟爷 你说这话也不对了 他虽然说是奴民工 但是他的心是干净的 他就是渴了想在你这儿借点水喝 你何必这样回答他呢 我今天住不上你家 怎么 你现在还没听我 赶紧滚啊 哪个冠冠水平 还不会看见人事呢 穿得脏吗 你得 有时候我总是还要过来看见我的原光 都 看见你见我这个借水啊 不是救我的人啊 经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他身上啊 并不脏 再说了 咱们公司 本来就是建筑公司 本来就是搞建筑的 我就是觉得他脏 我就是不想让农冰瓜 来我的办公司接水 就是吵不起农冰瓜 你能听懂吗 把人给我带出去啊 还有小灰 你这个压力是不是不想干嘛 告诉你啊 在这儿吵着呢 哎 菜手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来 快走快走 在这儿吵着呢 哎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妈 妈 你怎么成是这样啊 什么 妈 菜手 你妈 不是董事长啊 是啊 这就是我妈 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啊 你怎么 你不认识啊 嗯 啥呀 阿姨 来吧 妈 这刚才你们在这儿吵什么呢 阿姨 我们一开始 我没认过来 是吗 闭嘴 刚才就是你近的 妈 你给我收拾怎么回事 妈 本来是来收拾工作的 没想到 看了一张好戏 这个经理 马上把他辞了 阿姨 别啊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 我寄来的时候 拖了不少人 换了不少钱呢 我看你是 狗人看着你 我穿这儿 农民国衣服怎么了 有色眼就看人 什么 你竟然敢这样赌吗 赌人哪 赌人哪 你像蛮低调吗 来公司是啥 你像都是一个组织的证明的 你还看不起农民工 咱们这公司 全都要农民工呢 如果没有农民工 我们还挣什么钱 你还能坐在办公室里 有消耀自在 蔡少 多不贵 那应该是 脏兮兮的过来 你还嫌农民工脏 我看 农民工给你干净多了 是 蔡少 你说什么 都对都对 那个阿姨 你还喝水喝不 我给你接吧 蔡少 你说的对 在这个公司 人人里都是平等的 我一向 都把这个 看得很重 小贝 我从来没有 瞧不起过任何人 自从 你来公司以来 一直轻轻轻轻轻 特别的踏实 下车的工人 也都说 你对他们特别好 经常 给他们买水喝 倒是这个经理 自从 来公司以来 我就没见别人 说过你的好话 别人都说你 对工人 特别的苛刻 看不起他们 说话 就侮辱他们 没想到 没想到 你还是做关系亲来的 总是啥 他对原谅哥哥 不是为了我们 公司的力量吗 行了 我妈刚才也说了 现在立刻 我就把你给撕碎掉了 明天就丢来了 今天把你的工资领了 别呀 再多一次机会吧 姐哥 行了 给你什么机会啊 像你这种人 你可以给助理吗 妈 你刚才的意思 是不是 让小贝 我看这个小伙子 他挺不错的 都是啊 经理这个位置 我做不多的无所谓 我只是希望 这个公司 能平等的对待人 小伙子 你就别再推死了 我看你 人不错 为人政治 热情和善良 赵小贵 我虽然是 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但是 我妈一直以来 都是我的指路明灯 她的选择不会错的 我也觉得 你特别的好 能胜任总经理这个位置 以后 经理这个位置 就由你来当 我相信你能做好的 你就别再推死了 那 谢董事长批吧 那董事长 他都是 行啊 别再说 现在立刻出去 你那个公司滚蛋 什么时候 学会尊重别人了 什么时候再来公司上班 到时候 让你从基层做机 再给你一次机会 哼 狗眼看人的 没想到 我们公司 有他这样的一个助手 妈 今天 要不是你 来公司试啥 还要不知道这件事呢 唉 小贵 等候 你让好好干 我相信 一定会做好的 妈 你看 今天连你没跟我说 还不知道呢 今天都中午了 咱们一会儿去吃饭吧 行 走吧 走小贵 顺便跟你说一下 咱们里的一些市场 跟你交接一下 行 我也会努力的 走 董事长 您要的保健人的衣服 我给你找过来了 行 您要这个干什么呀 我去分公司去视察一下 听说那个分公司 下马都挺厉害 我也听说了 董事长 要不您还是别去了 我就再去看看嘛 你别去了 分公司的人都认识你 要是你去了 他都提前做好准备了 到那里 你给我安排一个清洁工的工作就行 好的董事长 董事长 您的衣服 要不开车送你去吧 不用了 那行 那我先回公司了 你去忙吧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行 哎呀 自从这儿飞公司建立以后 我当上这个集团总经理 就是叔叔 公司里面的账务啊 我虽然做 工碗 什么也没有 也没有人都管得住 就是好 什么呀 今天看部门家 谁呀 进来啊 你是经理吧 是啊 怎么了 我是新来的清洁工 啊 新来的清洁工啊 昨天 蔡副总啊 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 忙你的工作吧 还有啊 我现在在这里也提了你一句 到人的公司来 有这公司的规矩 来了 就在说我这种规矩 在这个公司第一桩 就是什么都在听懂的 我说什么叫什么 记住了没 还有 在这个公司 即使我做错的事 那我做的事 它是对的 还有啊 公司里面听到什么 别往外乱说 把这个嘴 给我把眼睛点 记住了没 别说你 董事长来 你得说我这规矩 他来了就不好使 你这样做的不好吧 让董事长知道了 你要去撤职了 撤职 我告诉你 在这个公司董事长 每次都那一位 撕职 你也不去 还有你 不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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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经理 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吧 过分 还有更过分的呢 刚开始进我公司 就要有一个考核阶段 我桌子最近非常不干净 你给我抢干净 屁股 我要的是抢 弄干净了 这个公司再决定要你的去留 听懂了吗 我早就听说 你这个经理 蛮厉害的 果然是 你给我洗啥 呦 怎么 不要干 不要干 洗啥 我滚蛋 跟你说 干净男的 是你 去 我说 是你病吗 这是谁的公司 你还不知道 我是董事长你 今天董事长来了 太冒死 你谁呀 我就是董事长 你个破棄结婚 你说你是董事长 你还这么撞 来来来 你给我证明一下 你是董事长 行 喂 蔡美总 你过来一趟 哎呀 我都要看看 你说的这个蔡副总 他到底是谁 嗯 哎 你是董事长 你要是董事长 公司就是我家的了 我告诉你 趁我现在心情好 把衣服穿上 这次给我填干净 希望你啊 这个公司 他能留你一下 要不然一会儿啊 到时候 可别怪我退你 说完难题了 董事长 哎呀 蔡副总 你叫他什么 董事长 是啊 是啊 副大经理 他就是咱们总公司的 董事长 今天 他特意 来你们分公司视察的 你不知道吧 什么 董事长 特意来视察的 啊 董事长 你看我刚才对你那天空 真 真的对不起 你看 我这儿永远不是太大的 董事长 你别生气啊 你也不得了 你这儿永远是个公司的业绩到老岁 原来 有你这份修理一下子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董事长 今天 我这不是特意真正您了 你不做啊 对不起 我们公司业绩业绩差 哪里不是客户的原因啊 董事长,刚才我已经查过账,他们公司的账有很大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如不付出。 总经理,你最好给董事长一个交代,这钱到底哪是啊? 那钱,我挪用了,我信仰,这个月底,我再给补上。 公司的钱,你私自挪用,这给你的钱也是低着的你。 董事长,你这个经理,你当网络了,收拾东西走来。 董事长,别啊,你不能没有经事过,我脱了好多多,我打过一天去面子。 行了,经理,你这,你怪不得别人,都是你自己。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在公司里不要再张扬,现在董事长都已经注意到你了,你还是免得走吧。 蔡副总,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董事长,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免着也行啊,别人我不干啊。 走呗,给你干了呗,没事吧好活着,赶紧走。 是啊,你赶紧走吧,等会董事长有点发脾气了,就不那么容易了。 到时候,追究你农友公司的责任,你可承担不起。 我,我走。 董事长,这不啥不知道,一查啊,还真是,这公司的钱真是有很大的问题。 是我的数捕,导致分公司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是我的市值。 蔡副总,这次,我看您就算了。 你放心,董事长,我一定尽快找出一个合适的人,来抵抗经济的位置。 会把财公司这个业绩抓上去的,这件事我亲自负责给您一个交代。 以后,这公司绝对不应允有这样的人再出现。 你放心吧,董事长,这一切我会注意的。 董事长,这在门口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送您回去吧。 好。